这个吴小波说只有楼市才能救内需 那你说内需是指谁的内需 这也是个问题了 你说是指民的内需还是官的内需 这个也是需要思考的了 那他这句话 说解民的内需就有点麻烦 我要吃饭 我不管是要睡觉 我还得要交电费了 你住的房子里七费八费的还要交 我还要吃饭 肯定的这个不是我的需 房子也不能吃 你说房子能睡吗 其实房子都未必能睡 装修没装修那些个烂尾楼 你怎么睡 当然是官的需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可能都成为共识了 房子是最能最快的汲取走财富的一个手段 卖地皮 大量的积攒 把钱集中在一起 因为它是个大众的 钱的流动 你烧烤 你烧烤 你再火 你都是一块两块 十块八块 那样流动 它漏它都费劲了 漏不动啊 是吧 所以说这个 也许烧烤 它真的可能是我们的内需 它只能是一部分 因为它是个服务业 它只是一个餐 你还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工业 商业的良性的一个运作 14亿人都烧烤 那是一种什么局面 即便那样看 我觉得烧烤到好像有点像解决内需的那个东西 虽然大家都知道 烧烤 只靠烧烤肯定也不行 那解决关 那就是房子 钱又多 是吧 一大笔钱 薅子就跑掉了 那好跑 所以吴小波这些个话 做么做样拿着本书 那你说他说给谁听的 他是跟你几没弄呀 他是给你传递信号 还是他所谓的县国策 是吧 国师 我也弄不清楚这些个事 也许他是个好人 也许他是个坏蛋 我配的这张图就是这个赖清德 他们民进党征召的一个 所谓的要参加立委的一个 叫这个鸡排妹 这个鸡排妹叫姓郑 叫郑什么 他就立即就问呐 说有个名嘴 他有几件房 两件房可就是屯房草房啊 你看 在他们那里多敏感这个事 到我们这里 我们这个专家 几套房都没事 你多少 你买十套房才好 完全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 完全不同的感受 你说这个鸡和牙 放在一起要讲问题 你把鸡的特性没弄清楚 牙的特性没弄清楚 你非得把鸡和牙 搁在一起说 那永远说不清楚啊 吵坑了 坑里就吵起来了 搞的一片乱糟糟 都不知道大家在讲啥 好 好